心中有光 脚下有路 梦想终将绽放 严相闯门前强点 开局闪电破门 一击制胜 锁定胜局 又因为怎样的一个判断 会使得两队情绪激动 险些发生冲突 就在今天 中甲联赛第三轮 迎来了一场焦点大战 由大连英博坐镇主场 大连缩于弯足球场 迎战广西苹果哈辽的挑战 强强对决 一触即发 新赛季的大连英博 在主帅李博旭的带领下 也展现出了不俗的实力 目前以两战两胜的姿态 暂居联赛榜第二名 而且球队也在修赛期 对阵容进行了针对性的舞强 先后牵下了前梅州中场科特尼克 罗伯森和恩巴洛等诸多强力外援 反观广西苹果哈辽 球队上轮在与辽宁铁人一战 凭借乔瓦尼的进球 最终一比一战平对手 虽然球队的整体实力无庸置疑 但目前球队仍存在阵容磨合杜布洛等问题 本轮课场挑战近期状态不俗的大连英国 又会摩擦出怎样的火花 让我们拭目以待 接下来就一起欣赏这场精彩的比赛 中甲联赛第三轮 战火重燃 大战一触即发 伴随裁判一声哨响 本场比赛开始 左边再上 给过来 37号乔瓦尼再送到进球里 再坐回来 乔瓦尼拿球 来一条打门 过来 这个球没有推上力量 今天一上来呢 大连队呢 感觉有一些兴奋 外卫来叫远坐 再给 左路乔瓦尼 再给到中路 来一脚打门 跟到左边路 看看 这个机会怎么样 连续的内切 防守并没有失位 跟到左路 一个不错的控装 左边路 有扇鹏飞的防守 这球过来 球进了 漂亮 大连英博队 在比赛开始 第十分钟的时候 有老将 岩相闯 首开记录 1-0 大连英博队取得了领先 刚刚在右路 扇鹏飞单防的时候 没有防住 左边路的盘中过来之后 岩相闯 包抄到位 后门得手 1-0 都给了对手之后 中路的连续配合 左边路 这脚传终 传得非常的舒服 来自于 孙博的传终 岩相场的包抄 一点不托迷带手 应该说 大连足球 这些年的发展 并不是特别的理想 很多球队 有解散的情况出现 这次传球又出现了失误 大连队的反击 直塞过来 看看 越位了 这球还是越位了 好球啊 这个摆扩做得漂亮 毛伟杰来叫打门 毛伟杰 但球权 还是被断了下来 大连队的反击又来了 岩相闯在做 这下 进攻有力 没有吹 比赛先继续 这下马上又是一次犯规 主判要上来平息一下双方的情绪 倒是双方队员也都还很克制 刚才首先是何小强在拼场当中被侵犯 但是裁判是把握这个进攻有力的原则 所以让比赛继续了 并不是不吹这个范围 再顶过来 再传 小华民的传递下敌 再传 有机会 第一点顶出 再顶 乔瓦尼 这一下又变成了阵地战 这切 一直没有失位 跟到右边 这是个机会 看看 登附里 船中进去搬户投球 这个球 好的 喝着尼克 喝着尼克 再塞 有机会 倒三角给过来 给的不好 这下 险些让毛给接拿的 给的稍稍大了一点 不过还好 继续调整回来 各位 船中 斑木 再顶 这次随微姐姐跳起来 把球拿到 中场线中间这个位置 让广西队的地面传递 非常的不舒服 这球两个人一让 任一球 开出来 第一点被斑木解围 来围 再转移给肺域 过边路 下底 船中 火路 船中 托特尼克 这个船中真准 这什么机会 这球船的真贼 大门 漂亮的呼救 小球快出来 混战当中 来脚大门 踢飞了 这一球开出来 投球 右边路 边向船 分边 再船 毛伟杰够了一下 没够到 这把球制出来 科特尼克 火球点一下 有机会 好球 再分左边 河小强 河小强船中 科特尼克投球 这次 哎呦 这一下 杨敏杰传的真不错 后方队员应该是罗伯森吧 这球在船到近距离 这也是个机会 翻木 投诉手球 裁判推了任意球 这个镜头确实看不清楚 可能是大连队的教练组 看不太清 咱不管怎么说 这个球是给了一个任意球 这个时候双方的规员呢 不太满意啊 这样子看吧 出现了一些口诀 乔瓦尼 打门 哎呦 这个球有变现 但是没打进 再强 哎呦 这下有犯规吗 没有 科特尼克 外围拿球 来叫大门 变现了 要此类一下 能转 哦呦 给科特尼克 看看拼身体 面对山峰飞 一线龙 一对一 内切 有机会 大门被挡出来 外围 赫贝尔 再给左路 接着个机会 能不能传一脚好的 哎呦 这球 落点其实还不错 再传 这是个机会 斑步大门 哦 这个球